好,欢迎大家今天参加GBX的另外一个webinar 我是Steven Zhang,在Wancouver,在Richmond 我们今天的speaker都是来自Wancouver的,Thomas Yeo 大家都在announcement里看到他的资料 或者我在这里不会重复了,大家可以再重温一下 Thomas就有很多样的经验,我们都很高兴他可以今天做我们的speaker GBX就是我们Winston和Michael,他们开始的 现在做了很多长的webinar,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speaker 学了很多很多东西 大家在screen上就看到一个disclaimer 是一个义务性的组织,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讲者 是自己发表的,GBX平台就不负任何责任的 大家留意 我们的format就是,头个小时我们的speaker Thomas就做他的分享 我们都看过他的powerpoint,他准备得很好 也是一个很impressive的产品,business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一小时之后,我们就会有时间去发一下问题 大家可以写下你的问题 Thomas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不问问题 完了之后就大把时间问问题 到时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 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都可以 希望大家就特别在speech完的时候 在Q&A之前就留一留 和把你的相片打了出来 因为我们有专人Anthony 帮我们拍一些相片 大家可以留个纪念 这个event也是有video的 换句话说,我们以后在GBX的网站上面 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欢迎大家传送给其他的朋友 好好享受这个内容 如果你的名字 譬如你用太太,用先生的ID 麻烦你rename 你用你自己的first name,last name 有时的名字都会撞名 你可以加个城市名 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是谁是谁 其他呢 现在我们的Michael或者Winston 他在适当的时候可能有些补充 那现在我们时间就交给我们的speaker Thomas 我们可以鼓掌的 谢谢 好,我是Thomas Thomas Yeo 我也是在温哥华的 现在就在家里跟大家聊聊聊 分享一下我们的新的产品 和一些好处 首先我就开个PowerPoint 给大家看看 我直接进去 爸爸给你听一下 一个产品 一个新的产品 好的 那大家看到我第一个PowerPoint 第一页呢 我现在说的是一个 类似空气清新机的产品 我们叫它做空气结淨机 那这个结淨机和空气清新机有什么分别呢 那我会详细讲下去 而一个最主要介绍今天的技术 就叫NCCO 纳米养聚解技术 是纳米 我大家知道也听过 很微小的东西 养就是氧气 用oxidation的方式 我们有一个活氧 把它聚合 然后分解一些细菌病毒 和一些particles 那些东西 我们看下去看看有什么发现 好了 我们知道 抱歉 稀奇一下 我们空气里面 可能有很多有害物质 或者有害气体 那有什么呢 我大致列出来 大家都可能经常遇到的 当然最重要是有细菌 有病毒 很微小的 那PM2.5 这个原浮粒子 那些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譬如山火 加州大火 吹过来 那边 空气里面 含有很多浮粒子 这些粒子 是会致癌物质 那我们一般来说 用一个过滤的2.5公里的路容 来量 tho segu了 二氧化碳气 二氧化碳气 大家知道 对健康不好 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是TVOc 或者叫Voc 如果TVOc 包含了所有解析 叫做总非法性有机化香物 例如甲醇 甲醇 大家经常都会遇到了 油漆、地板 也曾經試過中國找一些木材出來的時候 含有高量甲醛 建了房子之後 大家終身受害 不是終身受益 除此之外,銅、鑼、純、瓷、酸等等 以及食油的化物 都是有揮發性的 包括你現在用的手遮瑕膏 都是有揮發性的 諸如此類,其實是對皮膚 對你健康都有害的 千萬不要拿去嗅一下 除此之外,有些自然物質 花粉 大家有花粉症 稍後要留意產品 有鼻敏感 敏感源在空氣中飄浮 所以來說,這些也是有害的問題 除此之外,當然大家不喜歡的就臭味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不喜歡的東西 我們怎麼處理呢? 市面上有兩種 我們分得很仔細 就是空氣清新機 和空氣潔淨機 究竟是什麼呢? 很類似的名字 以前的人不太分 總之就可以了 空氣比較好 好像乾淨一點就行了 其實不是的 大家看看 通常有四種大類 其他為什麼再說 最多 之前有人用的就是紫外光 UV或者UVL Ultra Wild Light 這個紫外光的空氣清新機 其實是我們加拿大聯邦政府在查的 為什麼呢? 因為紫外光是可以殺菌 是很強的紫外光 在神驗室我們試過 用一個很強的紫外光 可以令人瞎眼都可以 是5秒鐘 真的可以殺菌 但是如果你用在空氣清新機的話 不可能用那麼強 用一些家用式的話 其實我們要試過 15至20分鐘才可以殺菌 而且要直接照射 如果你直接照射到人的話 就算家用式的也很有害 為什麼呢? 你的眼睛 白內漿 是距離的 你面上的雀斑 女士們 都是距離的 所以來說 這個紫外光的空氣清新機 我也不建議大家 用它來做一個空氣清新的產品 第二種也有很多市場 叫副離子 副離子其實是把正副離子分開了 副離子是很強的吸力 是吸著塵埃、微粒的 這個包括PM2.5 它是吸到的 但是它對殺菌和消毒的作用 是非常之低 所以來說 大家都不要太過注重去買這個 副離子的空氣清新機 你感覺空氣是好一點的 因為始終吸了一些東西 但是 就不太大幫助了 在現在這樣的環境 第三種活性炭 這個是非常之好 這是十幾年前的科技 我們叫做 啟動化碳 第二種副離子 我叫做阿恩尼 第三種 啟動化碳 不是叫做碳 叫做碳 啟動化碳 活性炭 它是一個很活躍的炭分子 它能夠吸住病毒和細菌 所以來說它非常有效 但是有一個不好處 它等於垃圾桶 當你一邊摘垃圾的時候 一邊摘細菌病毒的話 摘滿了你就要去倒它了 而倒的時候要小心點 你因為如果不倒它 太滿了就會倒流 就是說它沒有作用 你一樣會感染到細菌病毒 而倒的時候也要小心點 要包著它倒 不要養它 也有個可能性 有些機器開機的時候 一沖的時候 也有些病毒和細菌 是會反流出來的 所以大家是很有效 但是成本很貴 因為你每一個活性癱瘓的話 碳心是非常昂貴的 每六個月 或者少於六個月 你應該要換一次 千萬不要省錢 不能換 好了 這個雖然有效 但是它有二次污染的問題 當你倒的時候 扔掉去堆填區 它病毒的細菌仍然會滋生 那麼 最近的話 其實這個NCCO納米 叫做Leno-Confined Catalyptic Oxidation 納米養聚解空氣結晶機 我們剛才那種已經開始叫做結晶機 真的殺菌病毒 殺到病毒和細菌的話 我們就開始叫做結晶機 而這一種新的科技 應該是大約是2013年開始研發 是由科技大學一個博士生開始研發 到大約五年前左右 去生產 那麼 生產到現在來講 香港已經賣了好幾年了 最近才來到加拿大 我有幸做了加拿大的代理 我在COVID之前 真是這麼幸運 拿到代理權 在COVID的時候是大賣的 應該是2019年的8月 我們是第一批貨道 是8月24日 很清楚 因為我是女生人 所以我很記得 開賣 到現在的現時來講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賣了超過五千部 在美國和加拿大 美國有少量 大部分都是加拿大 在溫哥華、BC省賣 它的技術很不同 就是說 它不需要用分解的原理 一個分解的原理就是 將細菌病毒 經過一個活養分解 簡直將它殺滅了 就是說 沒有剩餘 剩餘也不能剩餘 變成沒有殘留 所以核心的核心 我們實驗室可以用十二年 實驗室可以用十二年 一般家居 我當你空氣比較差的質素 十年八年都不能離開 所以是不需要換 不需要清潔這個核心 但是這四種 其實也有多樣東西 大家聽過叫做HEPA filter HEPA HEPA就是一個標準的濾網 這四種都有 它一定要換 無論哪一種也好 我們可以叫做隔層網 我們是用醫療級的隔層網 經過隔層網 已經隔累了99.95的微粒 當然細菌細菌 現在去到NCCO 將它散熱了 所以NCCO很乾淨 變成十幾年都不用換 其他 我知道也有很多 開始用分解的原理 去製造結晶機 當然有光燭煤 我們叫做Photocateletic 或者用Laser 或者用電擊等等 這些都是用分解的原理 去分解細菌和病毒 但是我幸好選擇了我這個代理 為什麼呢? 它的好處就是低成本 很便宜 相對地很便宜 而且它不會產生高熱 它是涼的 出來的是涼風 好像有點像冷氣 是無味 就是將一些臭味 甚至在垃圾房的臭味 我們都可以把它除掉 所以聞到的時候 是一個沒有臭味的垃圾房 我現在講一些個案 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 大家如果知道這四種的話 你會選哪種呢? 我們當然選三和四 好了 那麼 全名我們NCCO就說了 Lano Confined Catalytic Oxidation 它分開四個字 它是竹寫 大家知道 一些很微細的通道 這個很巧妙的發明者 是用了一些火山的岩石物質 這些火山岩石物質 是在某個地方產生的 才有的 它的火山岩有很多很細的通道 一粒像豆一樣 我們看到的例子 一粒這麼細的 它大約有300呎以上的通道 一些通道穿過 當細菌和病毒 經過這麼長的通道的時候 被對方的活養 是把它分解了 足夠時間分解了 因為它這粒岩石這麼細 有這麼多的通道的話 所以整個核心的淚網 能夠處理很大面積的細菌病毒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做法 第二 吸附固 你知道了 因為我們這個催化物 這個岩石等了一些催化物 是0.4厘米 而每一粒0.4厘米的直徑的豆 這些火山岩 它有400呎公尺 四百公尺 不止400呎公尺 四百公尺的通道 可以鎖住這些病毒 病品和污染物 催化這件事 除了火山岩這件事是秘密之外 這個催化的物質 也是一個秘密 它是在火山岩上 放了這些活氧的催化物質 所以產生了活氧 最後的溫氧 就是把它分解 撒棉 我們看看這個短暫的影片 看看過程是如何 現在的空氣有一些細菌病毒 微粒吹過來 在機器上 第一層有一個膠濾網 隔了大粒的塵埃 接著有一個靜電的濾濾 隔了一些更加細的 去到Hepa濾濾的時候 是將一些99.95的微粒 和污染物隔開 最後入到這裡 就是這個秘密 活氧 它成功是將這些細菌病毒 最細微細的東西 把它打散了 這些是微細的納米通道 現在這個過程是將它分解 分解完之後變成什麼呢? 變成一個H2O水分 就是水分和二氧化碳 也有人問我 二氧化碳是有害的 是不是? 二氧化碳是有害的 但是 我們也用了一個測量 去測量二氧化碳的 輸出量 輸出量是非常之低 低到幾乎那個儀器都測不到 如果相對比例來說 是比你在家裡種的一個本災 所產生的二氧化碳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安全 非常之安全 好了 我現在就集中說說 活性碳和NCCO的比較 大家看到 NCCO沒有活性碳 也沒有第二次污染 也說了第二次污染 當你裝滿了 丟出去的時候 細菌和病毒 也會隨之而 去到另一個地方 再次污染另一個地方 我們做了很多實驗 因為我們有實驗短片 一部分給你看看 包括癡物質 流感病毒 金黃葡萄菌 大腸礦菌等等 我們還有很多 阿蒙尼、甲醛、劉發卿等等 我們全部都做過實驗 NCCO絕對可以把它 減低了八億九十九點多 好處就不用說了 省錢 因為你政策很貴 經常要換 這個不用換 所以就是省錢 我們委託了一間叫Akron 在香港很出名的 嚴政公司 他做了一個測試 將我們剛才說的很多種的 空氣清晴機等等 做了比較 你看到在光竹煤 在負離子 或者活性碳的比較 NCCO在左邊 每一個 左手邊這麼多東西去消滅的話 或者減除的話 都是最高分的 這個是有報告是支持的 做了 是 對不起 回頭先 跳得太快 這個 重複說了 那個機 其實剛才的短片 你看到是有五層的物質 有一個P filter 接著有一個 這個靜電網是可以選擇的 還有一個HEPA filter 接著最後一個NCCO 最後去到一個風機 基本上一個很簡單的結構 我將它簡化給你們看 以這個介紹 在A我們是反應層 可以做一些有害物質 污染物 甲醛 B是花粉 智敏原 諸如此類 CD我都不說了 重複了剛才的事情 這裡是一些實驗的短片 第一個我們做小影片 是煙霧試驗 它是對煙霧能夠消除的 是非常快的 我們看看 我將它的影片放快鏡 因為不准大家在這裡等 只不過我們看結果 我們有一個玻璃箱 等了煙霧彈進去 等它的煙霧彈爆了之後 我們用了兩分鐘的時間 用了兩分鐘的時間 將煙霧彈的煙霧全部抽取 是完全清潔的 玻璃箱是沒有其他的 沒有其他物質在這裡 第二個這個 甲醛 我們如果是用一些揮發性的甲醛 等到一個盤子裡 就等於你家裡油漆 油漆油漆漆或者換上地板 我們開始用錶去量度甲醛的含量 其實是有些數字出來的 記住在25分鐘之後 對不起 這些先咳了 在25分鐘之後 甲醛完全是99點多去除了 第三實現 我們先做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是揮發性 TBOC 一些揮發性物品 太快 是法國龍 成功了 我們在25分鐘之後 所有揮發性物品 有害的有機化物 我們全部都清除了 又是將它降低了 外儲度達到99.6% 所以在實現之中 我們有一個我沒有拿出來的 我還沒找出來 就是我們種菌實現 你知道是否用大菜糕來種菌 種菌的話 我們一個箱 就是有NCCO這個機器 另一個箱是沒有的 發生了幾天之後 發覺在有NCCO的系統的玻璃箱裡頭 是細菌完全沒有增長的 沒有出菌的出來的 所以換句話說 對細菌的消滅能力是非常高的 講到這裡來講 其實我講的是NCCO有什麼類型呢? 其實我們總公司叫做順山實業 在香港科技園總部 它的產品是非常之寬 非常之成熟 由最小的 我們看到就叫Bmola 大家看到的標誌就知道了 Bmola在左上角的話 以往加拿大我們有七個機種 在藍色背景圖的右上角 就是最小的機種 可以拿出街 好像手袋 一個很可愛的 買的最多的 就可以帶出街的 這個有下範圍的 兩個米的範圍 所以適合汽車 或者是很多人乘飛機 買來乘飛機擺在前面 因為它是充電的 好像手機一樣 充電的 很方便 有些學生 就會上學擺在桌面 對自己 或者工作室 擺在桌面 如果是一個大辦公室的話 可以擺在桌面 用 下面那些有大中小 現在我也有一個表 給大家看 設計不同的大小 可以是客廳 飯廳 或者是睡房用 在左邊圓形的 就是有手機 我們這些新時代人物 會喜歡用手機 我們可以用手機 控制開關 好像一些鎖 Smart Smart security 開關 之類 可以定時 我公司也在用 我十點半開門 我十點鐘就自動開機 那麼幾點關門 你定了每天 一日 星期一次星期日 七日 你只能定開關的時間 不同時間都行 這些比較有Wi-Fi 和沒有Wi-Fi的分別 那麼下面呢 你會看到RHT 就是商業機 商業機 來自下 你會看到 在藍色 那些交用機下面 就是天花型 裝在辦公室 醫務所 餐廳 商業中心 这个是四面出风 看见是四面出风 右手边也是天花型 是两面出风 前后出风 或者左右出风 而在右上角的 这个我们叫炮筒 这个通常是厕所洗手间用 因为洗手间最多细菌病毒 它抽风力比较强 但是比较吵 厕所的人一般都不介意 货仓或者垃圾房 垃圾房都会用 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图 这就实例了 那在温哥话全部是 当然很多很多照片拍了 不过我选一些给大家看一下 那在左上角是一些工人安装上天花 将天花的机 那第二 右手边的一张就装好了 那在床的天花里 这是两出风 因为在走廊 在长走廊中 所有房在旁边 那经过空气循环系统 每一间房间都会有一个新鲜空气 那第三个右手边 就在我们一个商场 阿弥陀坡和阿弥陀坡的厕所 池内房 那如果住在温哥话 或者住在这边的人都知道了 他们所有的厕所都安装了这一种炮筒 那这个肯定打直装 就是把风抽上天花 由天花再经一些 他们的空气管道出来 就变成了循环一些干净的空气 那如果你看到这种装衣 有些机的厕所 肯定你不会闻到臭味了 那我也日去闻 所以没有臭味 肯定止 那在下面那一张 你看到垃圾房 两个大的垃圾压缩机 那这个也是装了 因为它的楼底比较高 所以调下来 就安装了一个NCCO的机器 RHT 那也是一个没臭味的垃圾房 那我也带了很多客人去看过这个垃圾房 那右手边出名 这个就是在我们维多利亚市的一个牛魔王餐厅 那它是被住客投诉 它的烟很厉害 那些味道是令人不舒服 那所以就被市政府告到它是停业的 那最后呢 我们安装了我们的空气洁净机 那将这些所有的味道全部都取消 灭了 那所以来说呢 它是继续营业 那这个也上了报章的 上了报纸那里的 暗灯 那 那 除之外呢 也有很多餐厅已经装了 那我就不在这里说这么多了 不要买过白了 那这个图呢 你看到呢 我们就是有一些 香港的的士 香港400个抗疫的士 它是安装了我们的迷你形 看到它绑在车的椅背上 那这个呢 因为隔壁不错的人 绑在前面 应该绑在后面 绑在椅背后面 让全车都可以清新空气 那 而左手边呢 就是那个隔壁病床 隔壁病床 看到它隔壁病床 在旁边的桌顶上 装了这个是Bmola的空气疫情机 那右边呢 我也放了一条影片 大家看看 就是东张西网也有介绍 嗯 噢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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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跟政府和後管的商會合作 舉個例子,在圖上看到香港匡泰流 是3213、3413幾個地方和天台 大家看到單位示圖挖住了 裝了一個牌口測試我們的機器 對病毒排出的時候能夠做什麼 我們的博士很厲害,詹博士專門去最臭的廁所探訪 看看如何處理它 我們用了一個實例在幾個地方 太坑村和富坑村 我們也看到左下的圖做了一些安裝 左邊是我們的總公司,右邊是喉管商會 加上政府 我們有一個叫NCCO,紅級防擾流淨化系統 跟他們合作將喉管接駁 加上我們的產品 能夠將病毒和細菌 經過這個系統減除百分之九十幾的 你看到剛才我們的炮筒 這是比較強的抽風能力 那就是圖和一些基本數字 一些電力的需求等等的數字 還有右邊試的圖是怎麼安裝 有一部分是我們做了一個實驗 給大家看看 這裡是樓管模擬的估計數大數值 諸位處理 這些我們看技術 我也不想大家睡覺 只不過大家試試看 有些數字出來 報告 也有一個示範機給大家看看 安裝大致是這樣 看看實際裝得如何 這就是原先大廈的一些喉管出口 記得出封口 上面有網的出封口 回轉頭 太快了 這些技術數字 我也不詳細說 再看看結果如何 右圖是如何安裝了一些機器 在正話的喉管上 以及一些儀器去測試 這個產品的證明書 就是一些機器本身對病毒的證書 現時這個產品 在機場下運大樓有用 大家看看MTR的廁所 也是用了這個機器 其他公共洗手間 食環處 以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都是在用的 除此之外 還有匯豐銀行的工業圈總部 還有很多商場等等 也是在用的 我們就沒有列出來了 好了 最後結果 大家可以看到 PM2.5 我們減了99.2%的效率 浮完粒子 PM10 大粒一點的 是97.4% 再小一點 PM1.0% 不是10% 甲醛 99.16% 還有其他有機化物 氣體 安氣 還有白色葡萄菌 還有金黃葡萄菌 大腸抗菌 全部 將它減低到99% 大多數99% 最少都97.9%以上 也包括流感病毒 還有人類冠狀病毒等等 也有最新的報告 我給大家看 就是對新冠病毒的測試 這些也是同一個系統 我們放在學校裡用 幫助學校 看看他們能不能幫助學校 減低病毒的傳染 這就是安裝前 一條出氣的後管 而安裝後 我們把它做了這件事 類似正話的設計 這些就是一些雙下 這些是出氣的後管 剛才我們剛才也示範過 現在安裝後 出入風位 我們跟它改裝過 我們去看看其他東西 這裡有些 這個項目我們說了 我們去看看其他的 我先分享其他東西給大家看 好 這裡 走錯位 不好意思 Share 這裡 最近在三月份我們做了些什麼 我們有快信 有些新的個案 我們可以看看 好了 我們也做了 在三月份做了一些 新冠病毒的測試 這就是我們在兩個地方 在香港和浙江省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 用我們其中一個機種 其實我們用了三個機種 幫我每一部做出來 把其中一部 我們做了一個 資料放出來 我現在再跳去 稍後再跳去 證書給大家看看 我們做了兩個 香港的一個公司 和這個公司 浙江疾病中心 這間化驗所 是做很多 國家裡面的 國藥工的藥廠 做過測試報告的 是一間大廠 大的驗證公司 我們做出的 80%能夠減 新冠病毒 你看中間這裏 能夠殺有效 這裏 給大家看 能夠有效殺 新冠病毒 是99% 差不多 約8% 大家知道 新冠病毒 其實不是一隻新冠病毒 才會令你病 而是一定數量才會令你病 就是說新冠病毒本身 就是一些病毒 是隨著你空氣飄流的 可以飄流 如果你的風 有風的地方 空氣不流通的地方 可以浮完在空氣之中 是很多小時 所以來說 預防的方法 就是你一定要戴口罩 最好戴口罩 因為你飛沫 如果你噴出來的話 在空中可以浮幾個小時 如果你的空氣不流通 而這個機器就可以把它抽取 減了99.99%的話 基本上 就算是0.01的話 也不可能發生任何作用 所以來說 這是非常好的產品 也說了 跟這個氣候的 一個大廈排氣候的播毒機會 我們做了實驗 也出了報告 這個報告的字太小了 告訴大家 100%多 剛才看了一個大報告 平均100%多的病毒 細菌等等的話 都是污染物 都是消滅了的 接下來就是抗疫的士 大家知道 香港有整個 最多加到400架的抗疫的士 當時很多人都駕不到車 或者拿不到車去檢驗 做核酸檢測 所以來說 或者去醫院 沒有人肯栽 所以有一班司機 就是我們 跟我們買了一批 我們很便宜的價錢 賣給他們聽 我們舊的模特兒 1802 在加拿大網賣了 我自己新床口擺在那裡 最先用的 這個模特兒 跟我們新的 有條 剛才有手帶掛著的 是一樣的 不過這就是綁在車裡用的 他們是用很便宜的價錢 給司機買 買了就是安裝在車裡 他們穿了一個設備 衣服 載一些人去醫院或者檢驗 這個就是交收 每個司機拿的時候去安裝 也在亞洲博覽館 已經轉為一個隔離中心 以及檢驗中心 你看到這裡的機器 我們有在大堂 我們有一些大型的BM-300型號的機器 和它安裝 在這裡檢測的範圍裡 放了幾個部份 這個一部機器可以蓋到 大約是二、三千呎左右的地方 所以最適宜放在一些大的會議室 地方 尤其是在這裡檢測的地方 就安全很多了 每一張病床 我們在床頭看到 在那個位置 有些 這裡擺放了我們的機器 左邊、右邊 我們看到那些機種 讓他們隔離的人比較安全 最新個案就是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大家都在電視上見過他 這個建築了 在他們的適當空間 我們安裝了天花的機器 是無需改裝任何的設備 只是把它加上去 或者安裝在某些位置 我們當然要去看過 量度 哪些位置安裝是最有效的 我們也在香港安裝了我們的空氣結晶機 在最近2021年 得了一個 德勤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會計師 他們提名了 這個公司拿這個產品 拿到香港高科技成長 明日之升長 RHT這間公司 就是順山實驗 在2021年至2022年 香港工業獎 也拿了消費品設計獎 是香港工業總會頒給他的 所以拿到這些獎品 是最新的3月份的一個報告 這個 我們看完這個 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大家最關心的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 我們經這間 Ecr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imited 一間法院公司 我們做了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就是拿了我們幾隻機去的 其中一隻機 一隻機出來 結果是大同小異 我們從三個方向去測試 第一個 測試Oson 今天之前曾經說 Anthony問過 Oson怎麼樣 我們在報告中有說 我們第一個 關心了測試Oson 就是臭氧 大家知道臭氧是有害的 第二件事就是檢查 新冠病毒 第三件是細菌 這三件事我想大家最關心了 細菌、病毒和Oson臭氧 大家看到報告出來 Oson的產生量是非常低 0.08μm3 是非常非常少 簡直可以不理 可以不理 先看哪裏 Oson發射 這裡有說 就是我們用了這個機 這個機種 大家看到的 他不想拍牌子 拍了背部 不替我買高伯 不過看到RHT 我們就是這個模特兒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我們機的 黑色就是我們的NCCO 白色就是HEPA filter 大家都知道是隔層的 這就是量度的標準 是量度的什麼方法 量度的廣廣廣廣 我都不去說 在溫度之下 幾度溫度21度攝氏 濕度54%等等這些東西 注意處理 測驗了 他們做了三次測試 都是0.008、0.0018 做了三個測試 發覺這個含量是非常低 低到我們可以不理 他也有個總結 第二個測試是Virus 接種了 他們拿了COVID-19 看到這裡 我們沒有第五代的COVID-19 比較新 因為這是最近做的 在22至23度 在溫度之下 我們用濕度 平均是50至60度 我們做這個實驗 那麼 這個報告出來了 你看到 在三個不同的時間 60分鐘 120分鐘 出來的結果 做了三次 不是做一次就算了 你看到是99.98 99.99 99.94 99.96 以及99.99 等等的數字 所以來說 我們拿了COVID-19去測試 基本上是99.99%去清除 最後就是細菌 細菌 這裡又是一個情況 是用一個失溫 又是濕疼的濕度 用了幾分鐘去做測試 做了三次 做了它應該說什麼菌 是用一些自然空氣的細菌 就是可以隨風漂流 就是很小的細菌 因為空氣 你也知道 除了空氣去流動 是很小的細菌 試了三次 都是除了99.9幾 有一個96.9幾 96.8就是97 99.9幾 平均是98.93 這個報告就是在香港的實驗室做的 除了之外 我們也做了一次在鐵江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因為我們很多機賣到大陸 現在大陸來講 最多是商下裝了 我想有超過100棟以上 100幾200棟 大廈裝了 在大陸醫院大約有200幾間醫院是裝了 大陸很多醫院的 所以來說 我們也要在上面拿一個測試報告 因為上面的人是信上面的報告 那麼這一間的驗證公司也是很出名的 幫很多藥行 國內藥行做一個測試報告 那麼大家也看到測試報告出來的話 就是那個指數是多少 大家看到了 這個又是用COVID-19 你看到上面這行 那麼這裡 我現在的麥克風指著 是新冠病毒COVID-19第五代 也是同一個品種 那麼出來的結果 在我現在右手邊看見 全部都是99.9幾的 差不多 平均來說都是99.98左右 99到98左右 那麼也是能夠清除病毒的 做了幾次 做了三次 都是這樣 還有細菌 一個病毒的細菌 所以我們就很有信心 這三堆產品就是說 尤其是在困難環境的時候 對我們的客人是相當大幫助 那麼接下來有些好消息 就是什麼好消息呢? 我把這個 先關掉這個 我們回到第二個畫面 回到PowerPoint裡 我們也給了一個聯絡地址 以及電話給大家 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無論是想嘗試購買或者問題 也可以聯絡我本人的 我住在溫哥的話 我的辦公室在Richmond 是Alpin Square 時代廣場 即是在時代方的第二期 三樓 在第三樓的4000號 如果在溫哥的話 或者在Richmond 或者這邊的大溫哥的話 都應該知道的地方 右手邊就是我的聯絡 無論你是WhatsApp Tax 電話 都歡迎 隨之外有WeChat ID Digital-group 還有我的電郵 包括我有兩個網站 一個網站 我是因為做數碼的 所以第一個網站 是關於我數碼的產品 第二個網站主要是Bmola 因為我在這個地址 我已經做了一個展示室 專門展銷Bmola的產品 以及RHD的產品 大家可以上這個網站 可以去看的 大家有時間可以 如果心急的話 可以先拍照片 我在這裡停一會 先拍照片 好 那麼 10秒鐘 10秒鐘拍照 如果要這個聯絡的話 好了 我想10秒鐘夠了 我們轉到下一個 這裡就是 大家可能會有些興趣 也預先說了 究竟我們加拿大媽媽 在說什麼價錢 和香港怎麼看呢? 我相信這裡 但是在座有加拿大 有美國 有香港的朋友 可能甚至有其他地方的朋友 也不行 他說 我們的角色是什麼呢? 我們是 數碼世界 就是我們加拿大 和美國 是北美洲 的總代理 所以 所有美國和加拿大 的搜尋可以經我 也會 我和總公司 在北美面 有一個代表 跟他聯絡 比較快 因為香港和這段時間 是時差太多 所以說 他北美的代表 我經過北美代表 就可以聯絡到香港那邊 這樣的話 就很快 而已 那就是 關於什麼呢? 就是關於分銷 現在我其實是積極找一些 其他地區的分銷 暫時我的分銷 主要是溫哥華 列治民 還有到美國的加州 有小量 小量有分銷商在加州 也有東岸 在東岸有小量 也沒有正式的代理商 只不過是一些 搜尋買一小量過去 那我就會送過去 也在奎克里 也有一個小量的數量 我運過去 所以說 如果大家覺得自己有興趣 去做分銷的話 可以聯絡我 我正在找到全北美 包括美國加拿大 東西岸的代理商 就是分銷商 但是如果現時有興趣買的話 我今天會提供給大家 在今天和明天 如果你聯絡我登記的話 所有的產品 我給大家九折 給大家 還有一件 不止九折 為什麼不止九折?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加拿大價錢 因為我們剛剛推廣 我們價錢比香港便宜很多 香港朋友就 幫不了你 因為你香港 一定要回到總代理 是封閘電器 那裡賣 封閘可以賣 不過留意 經常賣斷市 經常賣斷市 尤其這個時間 我們加拿大也有很多存貨 我有大量存貨在這裡 舉個例 就是我們的BM-100 這個賣得最多的型號 就是這個表的第2、4、6 第6個 1、2、3、4、5 BM-100 這個適合一個睡房的尺寸 大約去到800呎 900呎都可以 那個廳都可以 對不起 這個廳不是睡房 900呎的房間 辦公室 貝爾室 或者是廳 我們是賣599元的價值 香港呢 封閘賣4288元 就是等於大約是756元的價值 那我們是比香港還要便宜 很多 其他型號也是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比較一下 比如BM-10 BM-50我們就沒有貨了 現在等下批來幾個月 因為現在貨櫃非常難 預訂的 BM-300這個型號最大的 其實在下面可以看到 大小 1804左邊 這個就是首題 出門的 1701 這個就是中型的機 適合一些睡房 我上面寫了 睡房 1702 就是屬於客房 或者辦公室 或者會議室 這三款是沒有WiFi的 就是這樣按開關 它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每8個小時 是自動休息20分鐘 關機 20分鐘之後再開機 是保養機 所以基本上可以24才開 不需要關機 都可以的 不過我建議大家如果出門 就浪費了它 因為你的濾網會快些 就是HEPA液體會快些更換 大約一年 正常一年換一次 25元一塊 HEPA液體 我們用醫療級的H13級 所以 我建議你就是 如果用一隻機的話 有人在家就開 出門 出門就關 不然就可以 我有一個客人是老人家 90歲 獨居 他說現在更加不出門 所以房子很大 有老人味 我們叫做老人味 他的弟弟送了一部機 他發覺去到很開心 沒有老人味 所以他不懂得開關 我按著他24小時 OK 旁邊的BM10就是一個新的設計 跟1804是同一個系統的 他貴一點 現在看到減價 175元 比他貴了20元 給另一個機種 但是他較為靜一點 我覺得 比1804 大家同級 BM50跟1701是同級 不過他有WiFi 也有手機控制 而BM300就特別了 是身家的 他這個適合一個房子 你一間屋 如果你有空氣的循環系統的話 你擺放在大廳 可以拍攝 全屋可以有新鮮空氣 他經歷過空氣的系統 是流行的 亦有很多商業 覺得很方便 他可以到處推 現在用的有診所 有些大的會議室 一些商業客戶 就會用BM300 因為他能量 蓋到2,000至3,000呎 所以也是非常值得用的 因為他只是2,000 這部分是2,000多 比起真正商業機便宜很多 我們下一頁看看 這三款就是加拿大的商業機 有得賣的 有些模特兒 我們在這裡沒得賣 因為醫院級 我們在這裡還沒做到 那麼就是風炮 我們是3,668 也一樣給大家 如果你在這裡有朋友 餐廳 或者商業用的話 我仍然會給大家10% 在明天之前 明晚12點之前 大家聯絡我 電郵我也好 WhatsApp也好 登記了我就會實現 天花機的價錢也有了 左邊看到炮機 我們說過了 廁所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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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款天花機 看看你那個位置 如果你是很寬大的位置 你可以用第三隻 四面出風 比較強 如果地方沒有那麼寬的話 可以用中間的一隻 比較便宜 大約是這樣的型號 希望這是一個好消息 給大家 可以幫助大家 在COVID的時間 身體健康 好 我擋到這裡 差不多了 剛剛一個小時 在這裡完結 大家有沒有私信 大家可以 我們會先交分給斯文 好 好 多謝Thomas 我們之前聽過的 我們就知道是非常實用 也是affordable的產品 其實在溫哥畫 已經相當流行 有時候跟朋友聊天 原來都在用 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這個慣例 都做過攝影 如果你不介意 你開開你的鏡頭 當然是optional 你喜歡開就開 如果你發覺你的名字 不是你的名字 你改一下 你改一下 你用Rename option 或者數幾秒鐘之後 我們就會每個screen拍照 我們都會保留在我們的錄影裡面 大家有個留念 因為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數多幾秒鐘 大家再開個鏡頭 或者適當時候 Anthony就幫我們拍照 我們待會是Q&A的時間 現在還有人要認識 非常之好 好 我們Q&A的時間 我們歡迎大家發問 那方式 如果你可以用你的zoom 那個reaction 你在那裡可以按舉手 我們見到舉手 我們就會記住 記住先後治序 希望盡量是正確的 先後治序 好 好 當然如果你喜歡 就這樣舉手 我們在鏡頭看見你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 Anthony的拍攝 你 Steven 我跟大家說 我是Anthony 我負責拍照 因為今天有四十多人 一共是兩個鏡頭 變成我要拍兩次 我每一輯 即是每一個鏡頭拍三張 大家準備 Colin 你在那裡 開個鏡頭 Colin 好了 準備了 大家 一二三 可以大家給他一個讚 準備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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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輯拍了 我現在轉去第二輯 準備 第二輯的朋友 可以開鏡頭 準備一下 一 給他一個讚 就可以 準備一下 第二輯的朋友 可以開鏡頭 準備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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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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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交給你 大家可以回一回氣 可以思想一下 剛才有沒有特別的東西 想發問一下 林大藏舉出手 有了 Bernedith 是的 Steven 哥 謝謝 Thomas 你很詳細 我 我就 我就買了一兩隻 因為聽了有一個 Doctor Doctor Quan 是嗎 Quan 他講了 但是他的資料 他在YouTube沒有你 那麼多資料 Anyway 我想請教你 是 是 這個 1804 就是那個 Portable 和BM10 其實沒有分別的 是嗎 不用了 是 KB上兩個 engine 只不過BM10 那個設計 圓滑一點點 輕微小一點點 還有他比較靜了一點 我覺得 功能一樣的 那就算了 這些小事 那麼 另外 就是他這樣按一下 他就比較輕一點的 再按多按 他就比較強一點 是嗎 沒錯 挺好的 我也適用 是 這個Portable 簡化版 它液體只有兩層 就是HP HEPA液體和NCCO 兩個迷你版 實質上他真的很方便去拿出去 但是如果是家用版的 其他那些 就是不可以充電的 不過就是五層濾網 那就除了之外 有靜電 還有一個P filter 那就變成他的功力會比較大些 適合家庭去使用的 我知道我也有一部 我問這個問題 就是那個 就是Portable那個 他的Sphere of Work 就是他 就是他 他的 就是有效的地方 這個範圍 其實剛才的短片 詹家瑋博士有說的 你如果用小的話 大約是兩米以來 就是兩米就是六尺六 就是你前三尺三 後三尺三 左三尺三 右三尺三 的範圍都可以蓋得到 所以乘飛機最適合 或者汽車最適合 哦 這樣也不錯 就是差不多六尺 六尺的大米 是啊 沒錯 但是他只有一個地方出風而已 出風就是向著自己 我向著自己 那我就可以 是啊 是 那我的朋友就無法益 我的朋友 叫朋友買了一部 我看到人家一台飲茶 有兩部三部 都在這裡 向著幾邊 我還有一個問題 阿Sir 是 這個1702 和BM-100 呢 就 都是 都差不多 又是這樣 是 是 是 就是 一種用法 他說Wi-Fi 有什麼意思呢 Wi-Fi Wi-Fi 是有一個手機的APP 給你的 你可以在Google下載 或者在App Store下載 看你什麼手機 裝了之後 根據很簡單的指示 你就連了你家裡的網絡 即是機放在哪裏 放在家裡的網絡 就說你就算出門 去到外國也好 只要有Wi-Fi的地方 可以開關那個手機 另外一個 這個就是遙控開關 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遙控定時 就是說 我想早上9點開 下午6點關閉 比如公司的話 就像我公司一樣 我定時開關 星期一至星期五就開關 星期六 星期五就不上班 就不開 你可以定一個預算的話 就省電 還有新的設計 有Wi-Fi 就是比較新的設計 它會是靜一點的 機身重 當然你一七零二都很靜 不過這個更加靜 靜到我簡直不知道它開了 我們這些老人家 太複雜不行了 沒錯沒錯 當然了 如果你不用Wi-Fi 不用手機的去控制的話 就是家裡而已 按開按關 節省幾十元 一百幾十元也不錯 哦 那我不是說錢的問題 是 那我就想請教一個問題 我聽說它由零一至十 可以 是嗎 是 到十 普通我們應該在家裡的 住宅 那 住宅都是二百尺 其實你是漏了一件事的 不是零至十 還有一個温度的 叫做超速SS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一個暗制 其實在家裡一般來說 我會開五度至六度 五度 為什麼 因為你空氣循環之後 一次之後已經乾淨 沒有那麼多細菌給你殺 沒有很多病毒給你殺 所以有循環的話 為了不要太吵 有風聲 始終有風聲 我在家裡會建議你開五到六度 當有一些人進來 多人進來的時候 打開門或者有朋友來的時候 你就要開到大一點 你可以開一段時間 開五個小時 就可以關小 當像我兒子 開門廚房煮牛扒 整個屋煙 整個屋味 我一定要記得到十度 就加減鍵 就是加風和減鍵 兩個同時按 一按下去的話 它出了一個SS 這個就是温度 就叫超速 風力很厲害 很快 十多分鐘 全部油煙都抽走了 可以嗎? 在客廳裡用都沒有問題 一般你五到六度就可以了 五到六度 我在公司全部開六度 有一個超級 就是那1702也有超級 是1702有超級 超級怎樣做 在10度 你去到10之後 再加了10的時候 你左右加減風就一起按 兩邊一起按 加減風 一起按 同時按下去 那就有超級速度 出來的時候 你減回 減回到10 9 8 可以 好 有沒有其他朋友 有哥哥哥 暫停一停 你待會再想一下其他問題 我不記得是 柔柔先還是 你先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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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教你這個產品 可不可以進入中國 國內呢? 你進入得到 與否 你那個 在國內又怎樣呢? 是這個問題 國內是有代理的 國內其實買了很多的 你看到淘寶 但國內永遠是缺貨的 做不及的 所以說 在淘寶 經常是炒賣的 可能一百多元 賣到兩千元 一倍價錢都不頂 看貨員 所以 基本上 你說自己帶上去國內 可以 但是 問題是 我們就沒有 沒有反銷去國內 OK 如果我在香港 當作人員 找國內 我認識很多親友 那做一個代理 在香港我就不可以幫你 一定要找回香港的總代理 就是封澤 找封澤 但我有個朋友 我曾經找封澤 就買三十部 封澤不賣給他 他說沒有這麼多 招呼他 OK 現在國內的 這麼大 你兩個地方 一是他總代理封澤 一是又聯絡去 這個順山實業 就是他總公司 但是總公司應該不會理你 因為他有總代理 他不會理你 但是如果你問其他 北美的話 他一定會通知我 跟各位聯絡 OK 好 好 閃到 好 悠悠 你的問題是什麼 你要先開咪 先開咪 聽不到 還沒開咪 現在聽到 開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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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放在我們的風機盤管 那個後面 有沒有做過這個應用 在大陸 沒得這麼做 為什麼呢? 你不要留意一粒 不只一粒 還有一個叫活氧產生器 藏在那裡 活氧產生器 剛才我看過 你有一個 活氧產生器 另外那一塊是什麼? 那一塊很小的 那一塊很小的 不是很大 不過 這個問題 是在其他地方 有人問過 就說 我又是問酒店 問酒店 說可不可以 改裝酒店 是他們不做這個 不做這件事 就是說不做改裝 他可以把原裝機 現在我們 溫哥說一間酒店 就訂了 就是一些掛牆的 每間房子掛在牆裡 很輕巧 那就是每間房子掛在牆裡 另外放在 或在牆裡 或是藏在封口 或是怎樣都可以 是不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 不是 它簡直好像一個裝飾品 掛在牆裡 這樣就可以做的 這個我們加拿大 沒有可以賣的 這個你要接合香港的代理 那個機器怎樣的樣子 剛才你的PPT 有沒有類似這樣的樣子 沒有的 我們沒有放出來 在我的產品目錄裡頭有 但是一個機種有 我們所有機種都有 但是我們是 我沒有拜託 因為這裡沒有賣 OK 另外我想問 有幾件事情 剛才你提過 垃圾房的除臭 以及處理 然後就有排油煙 你好像很少說 廚房排油煙那個 不過如果是 是 廚房排油煙呢 如果你是住家廚房 還是商業廚房 商業酒店的廚房 因為風量很大 是 就是那個風炮 你看到剛才那間餐廳 牛魔王餐廳 就裝了那個 一個風炮那一隻 就是用廚房用的 它裝在廚房的抽氣線那裡 抽氣線出來最後 放到廚房的抽氣系統裡 是 是 這樣 那個多不多 你加拿大有沒有多不多 案例 就是項目 是 商業的產品 現在剛剛開始了 我想到半年左右 我們現在只在溫哥華油 商業 但是你多不多 就可以我們安排 那邊給你安裝 但是沒有直接有代理商在多倫多那邊 OK 我們公司就有兩個酒店 一個是如果說加拿大 多倫多和蘭庫瑞 都有匡格里拉 因為我管中國那邊 所以我其實很大問題就是 中國那些中餐 很多油煙的 你都知道 我們現在用的那些 UV燈除油的 都要很麻煩 因為有臭氧出來 接著又有 UV燈 我們就叫擋住它 有interlock 我們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已經很多年前 就是已經搞這件事 所以還在找一些方法 去除味除油 因為我們又要清厚 那些不鏽鋼 那些排風 我們定期找人清 雖然我們已經前端 已經做了UV燈 我們之後再看看如何 中國我如果是要找一找香港 如果是中國 你上去信山實業 是科技院的 大陸有沒有辦公室? 大陸有沒有辦公室? 大陸 我想你要 因為我不知道全世界 他辦公室有多少 那我聯絡 你給我一個香港的聯絡 電話給我 對 你留下你的通訊 在我的電郵 或者我的WhatsApp 我會給你 香港的聯絡 給你 你跟他查問一下 你在大陸哪一區 因為大陸有很多省份 可能有不同的代理 他一定會和你安排 好 我相信幫到你 因為我們牛魔王這家餐廳 燒的牛 有很大的味道 也做得到 牛扒 但也不夠炒鑊 那些 他一做那些 紅杏辣的那些 就很會多油 或者煮的那些 很會多油 OK 謝謝你 你試試 他應該有方案 給你 謝謝 我們醫院搞定 沒理由你搞定 醫院 OK 接著下一位 Benedict 對不起 我可能剛才走了雞 我想你再很簡單解釋一下 Negative Iron 還有另外一種 UV 加Ozone 即是他殺的那些 Virus 沒那麼好 請你再解釋一下 我可能先走了雞 其實就是有幾種技術 都是可以殺菌 但是我們比較 比較價錢 是不是大眾化 產品夠不夠成熟 體積是否夠適合 大小 等等的原因 效能等等 基本上我覺得現在這個產品 各方面條件都有 至於你講到Ozone Ozone 很多是因為用熱能 用高的能量去殺菌的話 都會產生Ozone 但是我們這個產品比較特別 我們是用一個氧化的吹化 所以說是涼浸浸的 沒有高熱的 而且用電量很低 一個大油機只用幾十億而已 就不同一些用高能量的 可能見到百幾二百億以上 那些可能 所以說Ozone就是有害的氣體 大家知道了 臭樣子 所以說如果可以避免 當然要避免臭樣子 產生 至於大家剛才看過的實驗短片 這個大家去上網 上YouTube 你查Bmola 的話 你都會看到這些片 可以查回來看 在防止病菌 消滅煙霧 有殼氣體 有機化物等等的影片 你都可以再重溫 如果你找不到 你可以聯絡我 我可以把連結給你看 這樣的話 就變成 我想應該在各方面都包含不到 最重要就是說 我只是講了條件 是不是適合 價錢 體積 效能 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很關心 剛才檢查 檢查病菌 檢查病毒 和檢查Ozone 這三件事 是最重要的 所以見到我們三個 做了一個測試報告出來的 那那個UV 其實就不是好的 我最初講 因為對你的皮膚 雀斑 和眼睛 是非常之有害的 所以來講 你不會看著它 你不會看著它 是不會看著它 最主要就是 它如果用家用式的低能量的UV 要15至20分鐘 才可以殺菌 你的空氣會不會在機率 15至20分鐘 其實是沒有效的 它只不過取效 紫外缸可以殺菌 沒錯 紫外缸可以殺菌 不過是要多大多強 以及多多時間 就算很強的實驗室 5秒鐘 5秒鐘 空氣都不會留在機率 5秒鐘 它的殺菌能力有多高 這個是我們 登了報紙 加拿大的聯邦政府 正在調查 如果有人說 說這個UV的空氣殺菌機 都可以殺菌 這樣的話 就現在是有質疑的 答不答到你 答到 還有那個 negative iron 它又在那裡 我有個朋友 他很厲害 他經常講話給我聽 我又不熟 我不如在那裡再聽聽 negative iron 其實是有沒有用的呢 也只是說了 可能你錯過了 這個負離子 只不過是把正負離子分開了 拆分了的時候 負離子就很活躍了 要找些東西來黏住 但是它只能夠 基本上 它的效能是吸著 PM2.5 就是刺牙物質 以及一些小的塵埃等等的物質 但是呢 它的殺菌能力幾乎是沒有的 就是virus那裡殺不了的 殺不了的 我大膽地說 行了 謝謝 我看看那裡有沒有問題 有人問就是 在多倫多買不買到filter 多倫多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我想回答大家 如果有多倫多朋友 或者在東岸 或者其他省份的朋友 前一段時間 因為有些水貨出現 有些所謂的賣客 就是把貨到處去賣 還有他們後來不做 做得沒有心思做不做呢 因為他問了很多人買了 頭一批買了 所以說 將一些剩餘的貨 價錢或者銷售方法 也有些變化了 現在多倫多 我也接到很多的聯絡 說他買不到filter 所以說 現時我積極找到多倫多的分銷代理 希望從分銷代理那裡 我可以儲存一些filter 去提供給他 暫時我會寄過去 如果直接問到我真的急用的話 我就會寄過去 盡量看他買了多少 我會盡量少少少油費 甚至如果拿得多些 有些人加起來 很多家人一起買的話 我就直接免他油費也不行 就唯有幫助多倫多朋友 這樣處理 其他省份都有這樣的情況 其他省份都有這樣的情況 現時我幾個正式的分銷商 都是在溫哥華、列治民和搏拿比 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小的BM10 可不可以計劃去自動 BM10是不行的 除了BM10 因為體積太小 我們還沒有放WiFi的功能 我再看看問題 有些讚 溫哥華的餐廳有很多家在用 溫哥華的餐廳正在用 幸運周圍最先做的 有12部 溫哥華的餐廳有很大的地方 除此之外 何元記酒家 梅圓竹粉麵 六圓米線全線 包括搏拿比 列治民等等都安裝了 除此之外 還有好彩小廚 還有 正在無縣說了 六圓米線 這些都安裝了 還有軍儀 軍儀安裝了 是的 所以我想 因為保障顧客 因為人多出入地方 還有一些商業中央安裝了 醫務所也安裝了 剛才提到郭醫生 郭醫生 他是其中一個顧問 一個機器的顧問 他的醫務所也安裝了 他兩邊的醫務所也安裝了 另外就是很多發營屋 現在很多發營屋都安裝了 一些發營屋 有些東西 因為我也在用這部 因為很早期 香港發生事故的時候 我就已經賣了 對這個產品 始終不太熟悉 所以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就不敢開到這麼猛風 我開到大約幾度左右 原來是不是睡覺的時候 都可以用 是 沒錯 告訴你睡覺最好用 不過不要放在太近你的頭部 為什麼呢? 因為它出來的空氣 太新鮮的話 那麼多也不一定是好 最好放在離開你的頭部 起碼也有五、六呎以外 放在那裡最好 為什麼呢? 因為一來 如果你用哪個型號 好像是50 50 OK 如果你用這些型號 做好放在床尾 近床尾的地方 離開再遠一點 這樣的話 它有一個叫Economy的制 ECO 你睡覺用的ECO 是很慢的 風力很弱 但是很舒服的感覺 我朋友 很熟悉的朋友 他有養三隻貓 他用了這個機器之後 他說三隻貓 睡到天亮都不會醒 以前還沒天亮 就走來走去 所以說 我自己也用了 是好睡的 其實應該是好睡的 好 第二個問題 我想問 就是 那個機裡 共有一個HEPA 另外一個叫做什麼的FILTER NCCO REACTOR NCCO REACTOR 那個多久換一次 那個不需要換 那個是有效期可以用到12年的 收到 謝謝 那就是換一個HEPA FILTER 大約 小機是18元一個 17.99元 大的FILTER 現在是24.99元 比其他的牌子都要便宜 HEPA多久換一次 請問 你最好就是一年換一次 收到 謝謝 謝謝 如果大機的話 他又會三千小時的用量之後 他會響響響響聲 還有閃燈提你的 提你換FILTER 還有那個SS的功能 我一直都未發現 你今天提到我 多謝你 你記住 在10度之後 左右兩個邊 一層按 多謝 謝謝 不用 有人想問多倫多 其實你說現在是在找 收集員嗎 沒錯 沒錯 什麼時候找到 有人在問 但是沒有作實 所以歡迎大家再說 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說 我們會跟他商議一下 他多人多 要多少貨 未來一年 或者未來半年 他長時間 怎樣做 那麼我們的很簡單一個requirement 他一定要有店 因為我們之前 為什麼混亂 就是有一些是組群去賣 他是沒有店 的 那麼他就一開始 各個好興趣 他賣得很多 但是慢慢的 組群是不穩定的 那麼他剩下的貨可能會 亂給價錢出來賣了他的清貨 他可以沒有成本 他可能賺十元二十元 他也賣也不行 那麼所以現在我們要求 一些分銷商是自己有鋪位的 自己有 就是在做生意是有鋪位的 那麼現在幫我下面的幾個區的 都是有鋪的 那麼有一個做商業機 他自己有一間做幫人安裝 就是電腦機的公司 那麼他就做一些天花機 炮筒機的做法 那麼也都 因為他有做開一些 也懂得客戶私人用 那麼也都有做這個家用機的代理 那麼除此之外 有一個類似是唐人式的超級市場 那麼就是這個Witchman 那麼也都賣很多這個家庭的機 因為他有很多客戶賣其他東西 他兼賣這個 那麼對他來說 對我來說就是他有鋪的話 就不會亂去出價錢 就是可能他賺二十元又賣 賺三十元又賣 五十元又賣 那也不行 那麼變成有鋪位的話 他是會跟著公司的方式 如果優惠價的時候 大家一起做 大家如果不是的話 就一起公價賣 那麼我就有一個特別地方 就說做總代理 我們可以在這些特別的活動 我就提供你們一些折扣 或者是折扣 或者是折扣 等等 除此之外 其他的代理都會是 如果有一些這樣的要求 我們會看看情況 譬如有一間代理商 說我要幾月幾日 星期日都去擺表演 在某個地方 某個商場 那麼他要求一些特別的折扣 或者是贈品 我們都安排 譬如送我們很出名的三百一手 那個手折扣 那我們會拿些出來 廠拿些貼紙 讓他去做Roseau的時候 送給人 或者給他一些特別的價錢 讓他在那天做一個提供的 好 Michael的問題 是的 我是Michael 謝謝Thomas 很清楚 以及一個很有效 很優勢的產品 也都是很應景 因為現在這個病毒橫行 每個人都希望 看看如何乾淨自己的居住環境 那我就在兩個禮拜前 就有位做地產的從業員 Chris就說了一個講座 那之後呢 反應很好 大家都說 大家一起碰碰面 於是呢 就這樣呢 我就搞了下個禮拜一 有一個大家碰面 即是說Post Webinar的Lunch 那結果很成功 我們本來就訂了一圍桌 十個人而已 但是呢 結果有十幾人 差不多有二十個人 說要來參加 那沒辦法了 我要拒絕他們了 因為我們希望呢 即是留在一圍桌 大家聊天容易 那我亦都想 將這個計劃一路伸展下去了 那Thomas今天講得這麼精彩的話 肯定很多的觀眾 也都希望看到你 甚至呢 或者去你的showroom 看看你的產品 這樣吧 那所以我也都要看看 Thomas你的時間如何 完了這個Webinar之後呢 我們就會立刻出一個公告 看看你選擇的地方 或者選擇一個幸運 因為幸運是你一個很大的顧客 是一個很大的場所 他們也都非常滿意你的 你那個installation 我們試一下吧 安排一個類似的 在你的時間 然後呢 我們也是限制十個人就好了 是嗎 沒有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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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又有一個問題 又有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 剛剛你的PPT是中文的 那是不是有英文版的PPT 如果有的話呢 我可以 給我們加拿大那邊酒店 看看他們需不需要 因為他們可能都有這些需求 是的 因為他們 我就沒有準備英文的 那裡 等等 有些可能 我是 剪出來的 在我的PDF裡 就做不到 不急的 你先準備一下 因為他們GM的那些全部 加拿大那些 是的 英文全部都要 是的 或者你給我的聯絡給我 我就給一些英文方面的資料給你 我就不是拋棄了 因為你是專門做美加那邊 我們加拿大剛剛有兩家 是的 好的 我剪出一些英文版的資料給你 好 我發電郵給你 好的 好的 我還順便講解 講一下一些個案子 這是真人真事的案子 我有幾個客戶 他就是 包括我哥 我親大哥 我親大哥 他不是和我同住的 他就是幫西人打工 他說 有一天他老闆打電話給他說 喂 我正確實 你否去驗驗 這樣 於是他馬上飛去 打太極 也不打了 馬上去驗 驗了他就是正確實 他打電話給我 糟了 我正確實怎麼辦 那麼我就馬上 不理三錯一 就送一台1702的大機給他家 等在門口 我數出來拿了 我哥哥驗了正確實 就躲在房間 他家人 他太太 即是我嫂子 和兩個小孩 一個兒子的女兒 都是完全沒事 開著一台機 就是說 他在室內 沒有繼續傳播 因為外面的人 正在用一台機 那我哥哥人打工 沒辦法 和他車坐 當然是中招了 另外一個個案子 如果我是在座 如果找一個說話 будет충 remove 是明報某bers 某盟某軍 很多人都知道 是女士 也是 也是用一雙B摩 Wissenschaft 機 不過他在沒有κι 接觸客人 便直接傳染了 那麼就中招 但是到了他回家 覺得好 那家人就是 cartridge 當복 家人一個人也沒事 那麼這些 不止两个案例,很多个案都是这样,有些客人都是,所以来说,我们也觉得这部机会帮助到家人的 起码如果真的不限在外面中了一招回去的话,家人都没事 在车里面有一个问题的,NCCO部份的空气为什么会通过它? 因为它内置有两个风线,如果是702有两个风线,它是将这些风在机的,一是有两种,如果是BM系列,就是前面抽进去 如果是NCCO系列,就是由后面抽进去,就是两边左右出的 那时候呢,一个入风,一个烟剔,一个出剔的话,那时候就会是将风经过这个浮沫之后 再经过NCCO将它分解了,出来喷出来的那些是新鲜空气了,新鲜空气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抽风一边出风,那这个是一个内循环,所以呢,在出入风位的话,大家附近就不要摆这么多杂物在那里了 最好是摆在,如果你是用1702,1701,1804系,1701,1702,你最好摆一个长角,是45度角摆的 是最好的,来长一点,45度角摆,打射放的最好 那如果大家用BM系列的话,BM50,BM100,BM300的话,那就是正面入风了,那你可以贴墙摆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的房子是长方形或四方形的话,你再放在某一边的墙,当然是看哪边没有门口或者正确,就放在中间就可以了 黏墙也不重要,因为正面入风,旁边出风,那还有呢,就是摆的方法 因为它是内循环,不需要有新鲜空气在窗口那里的,进来的,所以就不要摆近出风的位置了,譬如说呢,如果你是在窗口呢 你就不要摆在窗口打开窗的话,你不要把机器放在窗口了,因为经过消毒了空气,很快就在窗口走了 所以如果是你打了窗口的话,小小窗口的话,一定很流行打开小窗口的,你将BMOL这个机器,NCO的机器放在对面那边的墙那边 那就等它距离远一点,那些空气就不会说新空气立刻抽走了,也都不要摆在一些抽气线下面 在抽气线,譬如你的办公室有抽气线,是出风位的地方,那你的空气减净了之后,立刻抽走了,那你也享受不到新鲜空气了 所以摆的位置,大家很简单的逻辑,不要摆在一些,立刻抽走新鲜空气的位置,那就对了 那你也不需要就用这个B-MOLA,这个星鲜空气的话,而是改变你自己的家里的习惯 平时不开窗的话,因为有些是用HRV嘛,就是内循环的嘛,这个空气,那么空气交换系统嘛 那你就不需要开窗的,你不需要改变的,因为这个是内循环的一个既成机来的 是,还有些新的问题? 这个空气,这空气有没有抽到的花粉? 花粉非常有效,我们幸运酒楼最大酒楼,传品高下最大酒楼呢 他老板就是花粉症要吃药的,那为什么他会 放几万元去装堤酒楼呢?因为他是第一批试用这个家用机 和我一起试用的,我买回来10部 sample的时候,他拿了3部去用 他说他发觉他第一年用了机器之后是不需要吃药的 所以来说他长时间在酒楼做事,所以他扔了4万多5万元 全家酒楼都装了,就是因为花粉症 那么我亦都客户回来,鼻敏感非常有效 10个9个多是有效,如果鼻敏感出街,或者回家出街 当然不可以,因为街又花粉,但是如果回家 很多人都在几个小时对着,在机器附近吸着 一些洁净的空气,如果在家的话 那个鼻敏感和发生症的发作 我觉得几乎是没有 谢谢 有一个问题在查询的,是否杀那些猫的? 猫就是潮湿而产生的,如果有猫的话 他是杀不了的 但是和猫的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空气清新 只要是潮湿而产生的猫,所以说 你说杀不杀的猫就杀不了的 但是如果你是本身那里是干爽,而是用这个机器的话 因为它是空气清新,产生的猫的机会是少很多 悠悠 是,不好意思,又是我,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件事,刚才说香港的关系 我想问东南亚是否要经香港总代? 我想问东南亚那边 现时有些要经我们的 因为工厂都未能够去到这么多地方 现在暂时有几个地方我们都在联络中 譬如说在英国,我们这边也有联系 我们再重新回去 所以的话,如果你是东南亚,你可以试试找香港 如果没有人认你的时候,我再帮你去联系他们 但是你们的厂在大陆还是在哪里? 我想问你们这些材料,厂的机器是哪里? 那个故事就是,这个发明者 发明了机器后,没有人上识 最后有人上识的就是香港政府 招揽了一个科技园 因为他是属于科技大学的创业计划 进了科技园之后,他当然没有钱生产 就是要找资金 资金就是由一间叫RHT 就是刚才看到的牌子,RHT的公司 是上海公司,进资内投产 所以现在RHT是大股东来的 RHT是全名的 是信山实业,没有全名 RHT,这个是工业限制 你上网查到的,信山实业是查到的 他就入资内公司的投产 所以商业机就是RHT 因为商业机是最先的,最先开始的 在上海有很多大厦装了 他的生产是现在在东莞 但是已经开始全部进入香港了 因为现在中国生产很多地方 很多的麻烦 所以现在逐步的生产线 搬回到香港 因为也打了Bmola 这个牌子出来的话 他们要做一个叫香港制造的Brand name 所以来说 现在的厂的生产线是陆续返回到香港了 那就是商用机和家用机的牌子是不同牌子 是,是RHT 商用机是RHT 哦,但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是,同一间公司生产的 只是两个牌子 同一个老板 OK,好,谢谢 好,谢谢 Hello Hello 是 我是Ian Ian 是 Ian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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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T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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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家用机的名字叫做Bmola 是吗 是 好的 我的问题是 是不是就这样 因为我迟了入 是不是就这样你的机器就这样插电 就能够好 还是需要什么去安装什么呢 当然你说找哪里抽入 哪里放出的每个地方不同 就自己找 但是是不是这样一插电搞定 是不是 你看什么 如果家用机全部插电 可以 如果商用机 基本上插电 可以的 但是呢 因为那个工业或者商业的情况不同 那你举个例子 天花机 基本上那里有电制要插电 不然你要拉电 是 如果炮筒 厨房那些 就可能要搏你的管道 譬如搏你抽风机 那天花机也安装 因为你要挂上天花 要吊上去 但是这个安装很简单 因为它不需要搏后管 天花机 那样的话 就现时来说 我们都 基本上 是 天花机 我们有工程介绍 你自己找人做得 因为普通安装 不是复杂的 只是四个摩斯 打在天花里 然后吊上去而已 很容易安装的 那如果我举个例子 我最近安装一个 商业中心 三千尺 安装了两部天花机 那大约是全部安装 连拉电线 就是三个小时完成 是 好 麻烦 麻烦 我需要中英文料的意思 麻烦你事后再跟进 好 那请你 或者我传个 request 给你 我有你的email 是的 没错 那我就会用电子版 给你 好的 我们争取时间 Kent unmule 再unmule Kent要unmule 通常呢 120多的产品呢 在加拿大呢 卖呢 就是要CSA 批评的 是 那你的机 你卖的那些机 呢 在北非洲那里呢 是 就已经拿到 CSA 批评的 全部拿到的了 那因为 那我们 我们现在其他产品 拿了UAL 我们拿了加州 加州应该是今个月出的了 加州是最严的 所有 的机种 加州的电器是最严的 它们有一些特别的批评的 那我们加州都拿了的了 那安全了 因为你的厂 你的厂 现在你说 比如 是搬到香港 你那个 他的inspector 加州 或者美国 加拿大 不是 你入口才检验的 是 入口才检验的 我们一进到这里 呢 就会是 举个例子 我们进到海关 温哥华海关的话 我们就要 海关又是 又会 这个 派人去查 那我们呢 就会 提供资料 那UL 或者CSA的 批评 那就要在那里 贴标 他要检验之后 贴标 逐步检验的 如果他要检验一百步 一百步 一百步排他出来给他看的 那通常他是抽 抽来检验的 那检验之后呢 我就可以加标 上去 再出去买的了 那但是 sorry 对不起 关先生 我 如果说我们 即是买少量的 或者转卖少量的 那每次是要 要许关检验 要检验等等 时间 金钱上都是 一个 不是你们的事 是我们 入口箱的事 我们整季整季 入的 不会逐几步 几步入的 明白明白 就是你是存货 然后再分销出来 那每一步都有个 Label UL CSA等等 是的 这个Label 我们是要入口的时候 才贴上去的 美国的 你也有了 这些Label 出去的 是啊 是的 我们在美国 入到美国境 才可以贴上去的 他们来检验才贴上去 OK 我们要争取时间 是的 他们一百步 一百步看完之后 才贴一百Label 我的理解呢 不是 CSA的工程师呢 是 我们争取时间 我们是批的 先进入文件 在讨论那里是有些问题的 你看看 现在到EOO 不好意思 今天有点多问题 我在VChat Group 我们的GBS 那里 其实Winston有提过IPO 不如你说一下 好吗? 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这个就是我私下和他说的 不过你上去公司的网络也看到了 是的 我们这个讯山实业 就是已经有三年的盈利业绩了 那在今年底做好一盘数 那今年年底预算 就会搞上市的 那所以来说 年底会有一个IPO出来 是在香港 在香港 没错 是在香港 OK 好 谢谢 我请过CSA的工程师 是 没错 去过我烟台厂那里 是 我是给七个费用给他 嗯 他进去就验一下你的材料 是 还有你怎样处理那些原材料 哦 这个是必定的步骤 是没错 那你说 你说来到这里才贴CSA 不是 想去呢 不是 不是 你听了一半 听了一半 是 为什么呢 你那个过程已经做了 我们一早已经做了 就是了 那个工程师要去到你的厂那里 没错 要看你的材料 如何处理进来的材料 正确 正确 你说来到这里才贴CSA上去 不是 我就不太相信了 不是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是 现在 你可能你知不知道 现在很多新的例 已经改了很多新的例 我们 你所说的事情 我们都做了 一定要在厂那里 材料 所以要验出来 千万亚报复你 CSA 你刚才没有人问我 我不说这些 太厉害了 我不说而已 不是代表没有 你记住这些事情 不说不是代表没有 只不过 进口 我们现在的海关 是要我们把它打开货仓 它是要我们在那里 看了 然后才让我们在盒外 在大箱外 不是每部机 每部机都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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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要在我们盒外 再做这样的步骤 才可以落地 那是正确 那是正确 是 你说的是正确的 没错的 麻烦你看看B10 究竟是12还是13 激烈的问题 哦 我们是用X13的 流心有些人问 有些机 第二个牌子 就是一只机 不说牌子 某牌子 就是Bmola之前 有出来的 那么大家可能看到 查NCCO 咦? 为什么有这个牌子 就说NCCO 为什么不是你独家 其实呢 这个 叫做初时屈屈不得刺的 博士 要急着生产 所以来说 有一间大的公司 就落订单 就要用它的牌子去出 那时候 就做了一批 做了一批的两个型号 给这间大公司 所以你用另一个牌子的 牌子出 就叫NCCO 那是第一代 第一代 第一代是用H11的HEPA filter 是再低一点的 然后 他开始有生意了 就自己出自己品牌 Bmola Bmola之后 这是第二代 Bmola的第一代 就是等于NCCO的第二代 第二代的HEPA filter 就是用到H12 现在出的 现在你买到的是第三代 我们叫做Bmola的第二代 加上之前的OEM 其实是第三代 现在所有机器用H13 分别就是 H13 可以过滤到99.95%的微粒 H12就是99.9% 而是H11 99% 所以有分别的级数 现在H13 我们叫做医疗级 因为所有医疗级的空气清新 也好 也好 他们一定要用H13的级数 如果H14 就是99.98 我们为什么不用到9刮呢? 因为99.95已经是医疗级 而用99.98 封量会减低很多 因为太小的微粒 要隔走的话 令到出风量太低 所以我们只是用到H13 亦都所有机器 我想空气清新机和跌级机 都不会用到H14 希望搞到这些问题 还有就是 现在在加州 加州我们有存货 不过 现在我们要很短期 在今月底前 决定存货如何处理 因为 原本加州卖开的人 他就不太积极去做买卖 因为是其他生意 所以来说 加州应该在这个月底前 我们会和一些公司去谈 如何处理这些货 我们加州是有存货在的 那就耐心点 一点点 现在开放 有人说 有ETL approve we have stocked in San Francisco you may contact Thomas 我这个是Ken 说的 所以大家有加州存货 可以跟我再跟他 在厂里面联络 可以在加州如何做 是 谢谢 谢谢 有人问我 我网站里有两个滤 一个 选择 不是 我们没有H12的滤 我们只有H13的滤 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大机用的 就是说 1702 1701 和中机 和BM100 BM50 就是用一只滤 而1804 和BM10 是用另外一只滤 只有两只滤 现在在网站上 商业机的滤 是另外的 不同的 商业机的滤 我们是另外 和公司再安排的 现在我们网上那些 是全部加按机的滤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的话 我们看一下Winston 或者Michael 有没有什么补充 呢 我们都是coming up to 我们的schedule time 如果没有需要 我们也都不需要 overrun 谢谢 Michael 不如你 你finish 就说一下我们下一次 那个什么 那个presentation 就是 好像是 应该是周冬生 是吧 是 Thomas 对不起 很简单一句 香港没有Asian 是吧 香港有 封闸嘛 封闸电器嘛 是哦 是哦 是 Ian 是 你星期一去喝茶 Thomas会在那里的 哦 哈哈 OK Good Ian呢 你迟来 是啊 我工厂 是 我明白 周市工厂有事 不要緊 因为 Thomas呢 之前offer了10% 给我们所有的听众 哦 是啊 是啊 所以你可以现在考虑一下 买哪个品种 是啊 我工人呢 就一定会买一个 Portable的 因为呢 可能就快 就会 解禁 就要坐飞机了 那这件事呢 就很合用的了 是啊 是啊 甚至 甚至回到香港 酒店啊 或者目的地呢 都可以放在 那些 office的 那张 桌子上面 我明白 就有效保护了 是啊 我明白的 就是我 我告诉你老婆 知道 比如Sony 其实我老婆 帮她买了很多 部机的 送给人啊 我老婆 哇 鬼不阔老 好 好 記住大家 明晚12点之前 通知我 如果要买机的话 哦 12点前才有10% 大佬 明晚12点前 哇 有日几时间啊 你还决定不了 你是大男人来的 我不是 有什么大 慘 我被老婆欺负 就是 明晚就算要 都是一步的 我意思是想 我为什么问香港呢 我以前拍档 和Desmond 哪个认识啊 Michael 做一些健康食品生意 做得挺好的 所以健康食品的人 注意健康啊 所以我想 问一问他们 所以问为什么 香港原来有风宅了 那没得想 好啊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优惠 我是自己给出来的 所以跟厂商无关的 所以你说我一定要闲时 如果不是的话 每个人追着我 要优惠就不行了 所以不好意思 明天12点前 我就截单 OK Thomas 我想问到 Upperdine Square 买不买到的 买到的 买到的 随时上来 现在有现货 可以直接买 那些东西 你现在 我电邮 WhatsApp 登记 告诉我 你要什么型号 我就预留给你 明天12点前 明天12点 明天12点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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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电邮 WhatsApp 我们也拍了 我们拍了照片 我们知道 哪个在 是的 你不要紧 你什么时候来拿 不紧 明天之前告诉我 就行了 如果你在群里面的话 也可以 是的 在群里面也可以 你什么时候拿 明天之前告诉我 我就预留给你 什么时候拿 都没问题 我分享我的 地址 现在 你拿最后的页 大家可以拍到照片 之后 可以通知给其他人 譬如你有亲戚在多伦多 或者哪里 你就可以把这个 知识 通知给他 他可以接触 Thomas 现在已经分享出来了 香港 220瓦都不行 香港 就是用220瓦 224 加拿大 我们用820瓦 回香港就不适合用 基本上 你要换过那条电线 或者插头 基本上 可以两边都用 但那条电线 不适合 手提 没问题 充电 就是USB充电 你可以用 香港的手机 USB充电 就可以充电 你说这部机 是220瓦数的 220和121 加拿大 我们设定了 820瓦 8-820 但是你回香港 你看看 就可能 我要查一查一下 就一条电线 那条电线 你要转了插头 那这个电线 应该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可以 可以得的 可以转到220 是的 好的 麻烦 麻烦 如果是 Portable 就没所谓 因为它是USB的 是的 Portable 没所谓 哪里可以找到 好了 我顺便 介绍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 有一位专业的 非常专业的专家 叫做周冬生 Sam 他会介绍一下 如何利用这个 宋文仔最早期的 那时候 是可以 啟發他的思维 那就是 很多成功案例 说 如何啟發 Early Education 对这个宋文仔的成长 那他本身 很成功 在香港 那我们就 请到他来介绍他这一方面 那我们准备完结的了 不过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 现在我们的家 不是经常都 譬如你租屋给人 或者你 你卖你家的旧东西给人 他们都会说 我家是 我家是没有寵物的 我家是没有抽烟的 那样 那样 那样是一个特点来的 是一个售价点来的 那 那 那现在有 有寵物都没所谓 是吧 因为有机器的话 是啊 没错 你可以有养 寵物的 你试一试 你会完全有一个不同的境界 就是理论上 如果家里面抽烟 有了部机器 那样就不是应用了 那 最近的客人就是抽雪茄的 那 他用了这个机器 有一个特点 大家知道 雪茄里面很厉害的 但是如果雪茄 没有进入了地毯 那些木柜 那里的话 你开的时候 吸雪茄是没有味 可以的 但是你关了机器 关了房门 一会儿那些味道 在地毯和擠出来 就不关机器了 所以你说 就是 这个机器越早用越好 你就不会把烟 就会留在他们的房间 那里 汽车一样 我试过 看到客人是汽车吸烟 那他说 那些被椅 或者那些 那些 屍楼椅 已经吸光了烟味 所以他开了机器 就没有了 关了机器 又有烟味了 因为是那些椅子 发出来 是 汽车有点提醒 给你 其实很多我们香港人 来到加拿大之后 就 日子久了 他的花粉症就会出现 是 这是很 有关于我们香港人 很普遍的一件事 甚至在这里出生的 香港的父母 那些小孩 也都不知为什么 就有染到花粉症的 所以你将来的 执行方式也会强调一下 针对花粉症的效果 这件事 很多家庭都 都严妆的 不知怎么办 医生又没有办法 很难办 如果在原头那里 能够解决的话 所以大家都好 整个家人都好 是 这非常建议 这是你的卖点 因为针对加拿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朋友之中很多小朋友就有花粉症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在外間接觸花粉的機會一定會有的 不過如果你能夠帶出去,就更好,隨身攜帶 但起碼你在家裡的話,能夠小化作 越少接觸,即是你的機會越小 所以這個機會會幫助你越少接觸花粉 就算你打開窗,有些人可能下天打開窗門,打開玻璃門的話 那些花粉就進入屋了,對不對 如果你有這個機器的話,你就可以不需要開這麼多窗 因為它是內巡邏,氣出來是涼的,涼滋滋的 所以你可以減少開這麼多玻璃窗,開門的情況 也減少感染花粉症的情況出現 那這個很好賣點,謝謝Michael提醒 那或者,悠悠問一下這個問題,我們就跟著停止錄音 然後聽一下就可以 是的,Thomas,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因為你剛才不是有三個視頻說 甲群的TBOC 開了一部機器之後 可以減少了很多 其實我們在找的一件事,就是有沒有一些標 儀錶是可以量度的,因為比較難找的 因為他們都說不準,尤其是甲群 好,其實我今天本來可以準備一個標來實驗給你看 但是我沒有做到 因為為什麼有一個銷售借了機器出去 因為要示範給客人看 所以沒有帶回來給你看 其實大家有兩種方法,兩種標在外面可以量度 你的空氣,不僅僅是這部機器 可能你家裡有冬氣,有甲船,你也不知道 如果你去亞馬遜的話,買一些家用的 那種叫做空氣質監測,或者叫做空氣質監測 你搜尋這個字眼,你會看到很多品種 這樣的話,我可以給大家一張圖 我們有一個Bmola,送給我們交易的 或者Altibula的機器,是量度這幾樣東西的 你可以買到,大約是100元左右 也有,至少漂亮的200元也有的 有一種就是台灣出的更厲害 那種就所有專業的專業都會用那種 那種要300元左右 我想一般家用,你最重要可以買一隻 可能100元左右已經可以了 因為數字容易看 它有幾個,我現在找一張圖給你看看 我看應該有在這裡,大家都挺好的 其實我們有一個項目,兩年前在上海 我們做樣板工 其實我已經有個概念 就是放在我們客房的風機盆館的回收 沒錯 因為它要連五合一的 但是後來搞價,因為那隻錶也比較貴 我們後來也想做 擺在手機,擺在網絡那裡 去做一個聯網 但是後來又跟客人 又要很麻煩 又要做很多連結 最終錶也不太準 就是你可能放了很多錢 但其實錶可能很難測試 也很準 所以我就想知道市面上 到兩年後 我想知道那些錶有哪些儀錶 好,我現在就分享一隻錶給大家看 這一隻就是樣板 你看到它上面第一個指數就是CO2 第二個是TVOC 第三個是HCHO 其實有些標準更多幾個數字 我只是寫一隻錶給大家看 也有說明書 你可以這個家用式不是很貴 這個是七十幾元怎麼減價 但是這個就比較弱一點 告訴大家 但是一般來說 你擺在家裡的話 因為錶有時間的 如果你擺著它經常插著的話 它會準確很多 如果你又插又拔又開又關的話 它那個錶不能夠很長時間 它是不會太準確的 所以我就建議 如果你用了錶的話 你打開第一次之後 你是要過長一點時間 才再打開或者打開 這一個錶給大家看 不一定叫你買這隻 不一定是最好 我只是搜尋一隻出來給大家看 不是,這個就是Portable 對不起 你們有沒有一些錶 會跟一部機一起推 這些錶是Portable的 就是不用周圍擺 這隻錶應該是 是,大多數都是充電的 大多數都是充電的 充電的 我沒有看內容 我立即搜尋出來 大家看看 留意它的評論 就是那些聲音 看到有些評論 在評論 詳細看看評論 它寫它的機器的好處在哪裡 沒有處在哪裡 然後比較一下才買 一般來說 它也是會充電的 你充電之後 拿出街 去到某地方 去回公司 就是TESA 記住你在公司開的時候 要開時 開久一點才是準的 因為它是計算平均值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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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